OK 戰戰兢兢的君宣偉 是就是說今天侯科兩組候選人也完成登記 是 那我們也做好陷入苦戰的心理準備 不要笑 這麼嚴肅 就是說要嚴肅一點 其實台灣政治史上 昨天那一幕會永遠流傳下來 在軍院飯店 這個實在是太精彩了 大概他們示範了 國家不可以交給這些人 那其實藍白河 一開始就注定會有很多的變數 有幾個因素 就是老三想吃老二 你比他小你怎麼吃掉他 再來國民黨太不了解可文哲 所以其實藍白河 他過去談的東西一直在挑戰民主法律 他根本就捨尹亞特 在談的選後的一個政治分章 那昨天在軍院他們示範的是意圖使自己不當選 你在那邊鬧成那樣子的話 他表示柯文哲其實準備好了 他就要打氣保 那接下來就是那這場選舉大概會怎麼跑 那侯科找的被位副手人選 我覺得我不小看 第一個那剛剛鄭浩講的 柯文哲也找到另外一個金主 對不對 我本來以為是假新聞 怎麼會找星光的小公主 柯文哲最反對財團 跟政治不能跟財團掛鉤的 怎麼可能會找財團 果然 因為柯文哲自己講 選舉要花幾十億 我鄭浩講的 至少在財務上 柯文哲現在有膽子 有了資源 那第二個呢 我認為侯跟朱 尤其朱 找趙稻康是敗戰的一個處理 因為藍白河被朱立倫搞得一塌糊塗 他一定要黨內和解 所以他拉趙稻康 拉戰鬥 我認為其實這是 藍白不和以外 侯打得最好的牌 不一定會當選 但是不會崩盤 但是至少可以有跟柯文哲一拚 跟柯文哲一拚 不是跟賴清德一拚 你到底想要跟賴清德 他們要去競選之後 你說他只是要跟柯文哲拚 我講的是政治最現實面 如果桑阿杜一定是一二名在拚 所以要先到第二名 那第三名 第二名要贏 就是要讓第三名被徹底的放棄 所以我們常常搶什麼氣保 對 那你如何讓第三名被放棄 你就是要把他打到 打到不行 打到骨折了 所以國民黨就是不了解柯文哲 因為國民黨一路以來 一直幻想藍白河 所以他不敢打柯文哲 因為他想的就是說 以後大家要搭檔嘛 都是自己人 要合作 所以當然不可以打他 然後小雞還希望能夠站他 對 那以後大家怎麼合作 這是正常人的想法 但你面對的是不正常的人 柯文哲 你不能用這樣子處理他 你要把柯文哲打到鼻子連腫 他才會開始愛你 絕對是這樣 因為他是極端的政治現實主義者 你不把他打到骨折 他怎麼會投降 而且你如果把他打到 打到不成人形 他就會自己爬過來跟你合 這不是最現實面嗎 那國民黨不是啊 完全不敢碰柯文哲 尤其這些小雞不斷的跟國民黨 跟柯文哲互拋媚言 暗中勾結 所以柯文哲當然就越來越強 因為柯文哲就跟民進黨互打 形成他是反律的一個盟主 那侯友宜怎麼玩得過他 所以現在經過這一番下來以後 我想國民黨大概可以體會到 民進黨跟柯文哲在一起的痛苦 那這樣的一個氣寶打下去 民進黨也不能大意 所以我剛剛說為什麼 我要做陷入苦戰的心情準備 你告訴我你要陷入苦戰 你為什麼會覺得你們會陷入 第一個柯文哲很會打氣拔 而且他有經驗 不是那個阿扁啊 連戰跟宋楚那一次 2018年的縣市長 柯文哲就打過了 那個時候柯文哲選票被評估 還是跟綠比較重疊 民進黨是姚文志 所以國民黨的丁守宗一開始看法度很高 過半認為丁守宗一定當選 那柯文哲那時候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決定要提名 柯文哲打了就是七包 到最後雖然有公投的亂象 但很多綠的支持者轉投柯文哲 為了不讓丁守宗國民黨當選 這柯文哲是很有經驗 那柯文哲到最後他其實 心裡面一定有浮現這一段 然後在談判的時候 國民黨的 我常講啦 我上禮拜也提過 因為柯文哲沒有提出一個 像樣的要合的條件 根本沒有提出一個政治真實的一個 他可以要求國民黨讓他的 也就是說柯文哲價值一百塊 你國民黨給他出一塊錢 那柯文哲說好 這兩點嘛 柯文哲的見討 柯文哲笨蛋 第二個他根本沒有要賣你 對不對 你不會丟兩個給他 什麼法務部經管會 柯文哲就同意 內閣改組他隨時可以給你拿掉 所以柯文哲如果跟國民黨是談的區域立委 如果你要讓他 讓他有時 像我舉個例子 賴斯坊要拿回來 你去做部分區 就是最容易當選的那幾區 你那一區的區域立委給我 假設為什麼柯文哲旁邊有主戰派 主戰派想的 其實第一是他的政治未來 黃珊珊主戰派 他當了部分區 如果柯文哲投降了大一屆 很快他就泡沫化了 所以他一定反對柯文哲投降 那如果賴斯坊那一區給黃珊珊不就好 對不對 那國民黨有小機會反對 要準備接班 那我讓國民黨頂住壓力 把黨內壓下去 這個才是彼此真的在談 所以柯文哲他價值一百塊 他會不知道他的行情嗎 柯文哲自己算也曉得 民調二十幾% 民調比你高 你國民黨只出一塊錢要跟他買 他價值一百塊 所以看起來他們彼此沒有談到真正的重點 其實我昨天跟在趙大高的節目 他有提說 他說他贊成我的講法 因為他從頭以來他的主張 不能只談總統和 要連立委一起談 這樣才是真正的和 如果柯文哲一直拒絕談這邊 那就炸詡 國民黨就要打他 那國民黨你一直 你一直維護柯文哲 一直期待未來大家合作的那個和諧 你今天就被柯文哲玩了 那柯文哲心裡知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 所以他動不動就 就打你一下國民黨 後來打你一下 可是柯文哲上禮拜三簽那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包括禮拜三簽那個 他也想到後面怎麼翻盤嗎 第一個 在那種情境之下 柯文哲有可能簽下去 其實柯文哲那時候想的還是要 他當政的嘛 誰要當富的 那柯文哲簽了那個以後 他的敗戰 他的後續處理做得非常好 第一個他先哭嘛 哭不夠全家哭嘛 哭給大家看 先穩住柯文 你看哭得這樣 第二個 他把國民黨打成讓三發不夠 要六發的小鬧鐘 就沒有這回事嘛 抹黑 所以昨天好像侯友宜 就出來講這一段 其實昨天侯友宜 比較像一個候選人 第一個就講沒有三發六發嘛 第二個把簡訊拿出來念 我們講如果早一點這麼做的話 今天應該是藍綠對決 就藍綠正常對決 你小黨才會被邊緣化 這是必然 大家瞭解他們的政治齁 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而且也是總統嘛 總統制嘛 總統執選這種制度 沒有小黨生存攻擊 就是這個制度 最大的一個特色和缺點 所以柯文哲如果投降 就是代表民眾黨以後必滅亡 那柯文哲要避免這個滅亡 他就是繼續維持一個 他唯一的戰場就是國會關鍵少數 那等於至少沒有一半 也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總統 因為他可以跟執政黨談條件嘛 所以當國民黨就一路看不清 那一路幻想藍綠 白河以後他就避贏 民調加一加 對齁 一加一 大一加一二 等於二大於一 你心裡老是幻想那些的話 你不知不覺當中 就讓柯文哲一直做到 因為在整個過程當中 國民黨不批他 那柯文哲跟民進黨對著 在整體氣勢上 柯當然壓過頭